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第20条大卖作 玛丽、赵丽颖与高业,助力电影票房破7亿 张艺谋,作为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佼佼者,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经典影视作品,更是培养了一批被受瞩目的某女郎 从巩力、张子怡到妮妮、周冬裕、刘浩存等,他们都增在20岁左右变成为张导作品中的璀璨星辰 然而,今年的春节档电影第20条却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选角策略 张艺谋并未选择新面孔,而是邀请了玛丽、赵丽颖与高业这三位已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实力派女演员挑大梁 这一选择不仅出人意料,更彰显了张导对影片的深度考量 第20条作为一部喜剧片,在春节档上映,选择经验丰富的演员 无疑能更好的驾驭角色,呈现喜剧效果,同时确保影片的情感深度与内涵 玛丽,赵丽颖与高业在片中的表现均堪称完美 无论是玛丽饰演的李茂娟,赵丽颖饰演的好秀萍,还是高业饰演的吕玲玲 都各有千秋,为影片增色不少 正因为有了如此出色的演员阵容,电影第20条在口碑与票房上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截止目前,豆瓣评分高达7.8分,票房更是突破了7亿大关 这一成绩不仅是对三位某女郎实力的肯定,更是对张艺谋导演精准选角的赞誉 玛丽,赵丽颖和高业作为新进某女郎,她们在电影第20条中的出色表现不仅带来了巨大票房收入,而且赢得了广泛赞誉 她们的专业素养和出色演技让影片脱颖而出,成为一部备受瞩目的佳作 首先,玛丽以其独特的幽默风格和精湛的演技,为影片增添了许多笑点和亮点 她活泼生动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为影片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赵丽颖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演员,通过精湛的演技成功塑造了角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她的出色表现为影片增添了许多戏剧张力和情感厚度,深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而高丽则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演技功底,为影片带来了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她在片中的精彩表现让人印象深刻,展现了她作为实力派演员的无限潜力 三位演员的出色表现不仅为影片的成功立下了汉马功劳,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试听盛宴 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值得我们的赞赏和尊重,期待他们在未来能够继续创造更多的精彩作品 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你还未观看过第二十条,那么不妨走进影院,一睹这三位某女郎的风采 相信你会为他们的演技所折服,为这部影片的幽默与温情所打动 陈晴玲五年后,孝战王一博名扬天下,孟子义声誉大涨 陈晴玲一镜上线,立刻在各大平台展或播放量冠军宝座 剧中的演员们也因此一夜成名 不知不较间,陈晴玲已经陪伴我们五年了 各位主演们的近况也各不相同 现在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了解一下你钟爱的演员们的现状吧 孝战在陈晴玲中饰演的魏无羡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这部剧将古装、仙侠、偶像等多种元素巧妙融合在一起 凭借这部剧,孝战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演员一跃成为一线流量小生 如今,他已经成为顶流明星,拥有众多忠诚的粉丝 尽管曾经因为227事件受到争议 但孝战利用这一年的时间去排练话剧,使他的演技更上一层楼 孝战,这位电视界的多面手,就像电视剧里的超级英雄一样,拥有无尽的才华 他主演的《斗罗大陆》、《王牌部队》等剧就像他的超能力一样,一次次刷新了收视率 现在,他又在热播的《焦洋伴我》中大展身手,让我们期待他能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而在电影方面,他主演的《朱仙》就像他的魔法一样,轻松获得了两亿票房 现在,他又在和徐克导演合作拍摄古装武侠电影《射雕英雄传》 这部大IP制作的电影,豪华阵容让人翘首以待 王一博在湖南卫视备受重视,同时也是乐华娱乐的小股东,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自从陈情领爆红后,无论是代言还是影视综艺资源,王一博都有了很多机会 接下来要播出的电视剧《游游匪和兵欲火》 虽然游匪的口碑并不理想,但由于网络热度高且搭档的是一线女演员赵丽颖 所以对于王一博来说,接这部剧并不算亏本 而《兵欲火》是一部基督警匪剧,班底和合作演员都很可靠,口碑也不错 这对于王一博来说是一个稳定地位的好机会 孟子义,这位饱受争议但深得粉丝喜爱的演员 以他那独特的性格派形象在影视圈中读数一帜 他曾参与过无数大型制作项目,比如说《英雄谁是英雄》和《陈香如谢》等等 他的表演记忆简直让人赞不绝口 而且,他还频繁出现在各种热门综艺节目中 展现出真实的自我,赢得了一大堆粉丝的关注 在节目里,他的表现真是出色的让人眼花缭乱 他还身家过《奔跑八兄弟和你好星期六》等热门综艺节目 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娱乐圈的影响力 季里,这位扮演者聂怀桑,虽然平时看起来是个阳光大男孩 但他可是个非科班出身的演员 然而,他的演技却一点不输给那些专业演员 他在《你好!旧时光》等剧集中的表现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现在,他正在为新剧的拍摄做准备呢 还积极地进行减肥计划 他还在社交平台上搞笑的 说自己每天只能吃菜叶子,简直太可爱了 而李波文可真是个模特界的大帅哥啊 身高,185厘米加上帅气的脸庞 让他在国际男模特大赛中脱颖而出 在陈情岭中,他饰演的宋兰带着小星辰的残魂 去完成他们共同的使命 那个孤独离去的背影真是让人心痛啊 继陈情岭之后 李波文还参演了迪丽热巴和高伟光主演的年度 热门剧《三生三》试诺上书 他在剧中的表现同样出色 相信未来,他将有更多优质资源等着他呢 汪卓成扮演了陈情岭中的悲情角色江城 在剧中,他经历了父母双亡,姐姐牺牲等悲剧,成为了孤儿 江城不仅要照顾年幼的外甥,还要面对周围人的指责和敌意 尽管他曾保护过温家老弱,但江城却无法保护自己的亲人 他的出色演绎使他成为了实力派演员之一 汪卓成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一直担任校园剧目的男主角 自2017年起,他还参演了《剑王朝》、《燕之寇》等大型剧集 如今,汪卓成已成为华裔兄弟力挺的演员 即将播出的《十国千交舌尖》上的《心跳》两部剧备受瞩目 据了解,他目前仍在横店,或许正在为新剧做准备 五年过去了,陈情领的热度也逐渐消退 那些因为这部剧而成名的演员们现在的情况各不相同 有些人成功地转型了,而有些人还是默默无闻 当然,有一部出圈的作品固然重要 但要在娱乐圈长久立足,还得不断地努力推出新作品 关于陈情领演员们的现状,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 陈情领五年后,孝战和王一博的表现让他们的名声洋洋于世界各地 而孟子义的声誉也大幅提升 首先,孝战和王一博在陈情领中的出色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和赞赏 他们对角色的精湛演绎和情感把控 使得角色更加立体生动,深受观众喜爱 他们的表现不仅在国内赢得了高度评价,也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成为了中国影视界的新生代领军人物 与此同时,孟子义也在剧中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表现力 他塑造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其细腻的情感表达和专业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他的表现不仅赋予了角色更多的魅力和韵味 也为整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和情感厚度 三位演员的精彩表现使得陈情领成为一部备受瞩目的影视作品 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值得我们的肯定和赞扬 他们的表现不仅让观众陶醉其中 也为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